去網路上面 當然不能不顧 顧的方法 顧的方向 可能大家想法不太一樣 但馬路上面 拜託好好顧一下 拜託好好顧一下 就禮拜六了 21號 挺韓 罷韓 大遊行 現在民進黨 我有點不知道 這個等一下請教一下來賓 我不曉得民進黨 現在的心態是說 我希望毀掉你的遊行 還是我擔心我的遊行比不上你 所以我可能就乾脆不要辦了 這是不一樣的心態 怎麼說 我們來看 現在網路上就有人告訴大家說 來 韓國瑜刻意同天辦活動 還從各地落廊 有沒有 落廊都出來 是刻意來高雄造勢嗎 不是這個造勢 不是選舉造勢的造勢 是造勢嗎 這個網路上就有人這樣說 然後包含某綠媒也說 韓國瑜明知罷韓團體 四個月前就申請遊行 仍然以意孤行 純心硬碰硬當家鬧事 不准外縣市人來聲援罷寒 一旦雙方爆發衝突 韓國瑜必須負全部責任 你說了算 你說了算 韓國瑜必須負全部責任 你哪位 我想請問一下這個媒體 兩個字 自己上我去看 你哪位 再來 我想要反問的是 他說韓國瑜當家鬧事 對他也說了 罷韓遊行是早就申請的 請問誰當家鬧事 民進黨你是執政黨 你當家 你在總統大選前二十幾天 辦一個罷韓大遊行 衝著對手陣營的總統候選人而來 你敢說高雄當家鬧事 高雄市政府沒有指控你民進黨 當家鬧事你們就偷笑去旁邊 涼快了 你居然敢跳出來指控人家當家鬧事 好啦 高雄當家鬧事 也是因為你們這些 罷韓團體民進黨 你們先當家鬧事 你們當家鬧事了 人家只好當家鬧事反制你 這有什麼問題嗎 我不太懂這些人的邏輯 總而言之 不管是這個黑人影 還是這個綠色媒體 他就是要抹黑這個遊行 尤其是韓國瑜動員的當家鬧事 如果出事你要負責你要負責 對不起 韓國瑜早就說過了 不要用遊覽車從外縣市調人來 來的人戶籍不在高雄 可能會有問題 希望高雄的朋友 表達自己的意見就好 人家是希望高雄的朋友 表達意見就好 你們這些罷韓的 在台北也在寫連鎖書 寫什麼意思 台北的人去罷免韓國瑜 台中也寫連鎖書 台中的可以罷免韓國瑜 誰當家鬧事 誰把外縣市人拉進來 要罷免韓國瑜 就是你們這些罷韓團體 你怎麼有點 你怎麼還好意思 去羞辱高雄市政府 去羞辱高雄市民 可以告訴我嗎 其實大家都知道 這個要啟動罷免韓國瑜 要到12月25號才有這個權利 這是法定的 你要讓這一個人 是滿一年之後 你才有這個法定的權利去罷免 結果你看他們老早 今年從上半年就開始 一直在罷免韓國瑜 一直在連署 我就不曉得那些連署書 做什麼用 去台北連署 要罷免高雄市長什麼意思 因為還沒有生效 還沒有開始 還沒有啟動的時候 你那些連署書 其實都是作廢的 然後現在你看12月21號 然後又是要罷韓 然後還要打遊行 今天我看到 還有從台北市 民進黨的市議員 新北市的市議員 好像還有台中的 通通都要去 說那一天都要去高雄參加 請問這些市議員 你有權利去罷韓嗎 你不是高雄市市民 你是新北市被選出來市議員 台北市被選出來市議員 然後你今天去那邊湊熱鬧 然後說你要罷韓 誰在當家鬧事嗎 誰在當家鬧事嗎 你要也是民進黨的 高雄市市議員 但他們可能怕說 勢單力薄 人不夠多 所以趕快 對 就是落朗的感覺 趕快從外縣市調兵遣將 就多派一些人馬進來 但是這個是虛胖的 因為這些人都沒有權利去投下 要不要罷韓的 這一個投票的權利 請問他們來有什麼用 韓國瑜要創造的是一個 歡樂的遊行 聽說他要最後終點的時候 還要上台去唱歌 就是要唱幾首歌 所以他的標榜 是一個正向的快樂的 希望的遊行 所以對韓正營來講 不會有衝撫的問題 但是因為罷韓的這個團體 是基於什麼出來的 憤怒 這是一種憤怒的 然後想要來黑寒的 所以這些人當然就心裡 可能會帶著一些怨 氣 來參加這個遊行 心裡帶著怨跟氣的人 就比較容易在這個過程當中 跟人家發生口角 或者是衝突 所以兩隊人 他基本上屬性不一樣 結果現在民進黨自己 怕自己的人出了亂子 然後先栽贓說 如果有亂子 一定是韓國瑜陣營 你要看這兩個的屬性差這麼多 韓國瑜這邊是快樂 希望正向的 這樣的人都是很開心的 韓國瑜希望大家是開心的 來參加這一場遊行 這是完全不同屬性的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 不用這麼的心虛 你們第一個 罷韓的這個現在語法不合 時間還沒有到 第二個你要從外縣市 調兵遣將 進來就是壯大你的聲勢 第三個你自己的人 管不好 管不住 然後怕萬一有衝突的時候 還事先想要栽贓給韓國瑜 這個真的是非常不應該 罷免首帳 罷免總統 這是公民的權利 是憲法賦予我們權利 沒有問題 時間到了照程序走 可以勇敢表達民意 我覺得這都OK 但是委員剛剛說的 大老早 人家剛上任 你就要喊要罷免人家 罷免到現在總統大選前 你要辦一個罷韓大遊行 逼得這一些 挺韓國瑜的庶民支持者 要發起一個挺韓遊行 來反制你們 然後你再跳出來說 你看你們這些當家鬧事 你為什麼不先檢討一下你自己 到底誰在當家鬧事 我說你可以罷免 時間到了再說 人家就職就沒有滿一年 你到底要罷免什麼 所以你前面這些 不是為了罷免韓國瑜 通通叫政治操作 為了2020的投票 提前先做政治操作 請問到底是誰當家鬧事 然後對 罷韓就是滿是怨恨 洪韓國瑜是呀下台 挺韓的就是大家開開心心 去表達意見 揪團來高雄一日遊 吃吃好料 去走走遊行 晚上享受一下高雄的美景 一邊是歡樂的 一邊是充滿仇恨的 請問誰比較有可能 做出不理性的行為 我已經說了 當然是這些罷韓的比較有可能 但是就是因為怕自己做出不理性的行為 所以先栽贓對方 網路上出現這樣的文章 說來 對付12月21號的罷韓遊行 我們就號召年輕人 穿著跟敵人差不多的衣服 然後到裡面去亂 到裡面去破壞 去破壞他們的形象 這種文章一聽就知道是反串的 一聽就知道是假韓粉 結果還有媒體拿來做文章 說你看 有韓粉已經蠢蠢欲動了 要正面對決了 還說要穿一藍一紅的襪子 來當識別 然後去亂 亂完以後 在事後稱好玩而已 大家想想看 會變成什麼樣子 某某的媒體前輩 就質疑當天充滿潛在風險 好可怕 高雄市警察局的局長 怎麼會同意挺韓遊行 高雄市警察局局長 有不讓你罷韓遊行嗎 他如果真要搞你就不讓你遊行 他有不讓你遊行嗎 你也遊行 他也遊行 你們帶著從賀 然後反串去黑人家挺韓遊行 你不覺得很可笑嗎 甚至還有這一張照片 說別讓志工們孤單 為什麼 因為孤單落單很可怕 會被挺韓遊行的人揍 我們要小心 一直在塑造挺韓遊行的人 很不理性 很可怕 所以不要讓罷韓的志工們落單 這我有點一下找不到這種 要怎麼形容 就是說一個常常在網路上 霸凌人的網紅好了 他突然間有一天說 那個葉原資來上我節目 大家來保護我 他會來霸凌我 你就是反串的 你就是假的 你就是演戲的 這種會被騙位真的是罪了 所以就人家常常講的嘛 做賊的喊抓賊嘛 我其實是非常擔心21號的活動 我認為韓國瑜這個陣營是很平和 不會有任何問題 但是如果說要罷免韓國瑜的這個 郵會即興裡面 這個裡面我很擔心會有問題 只要刻意安排一些出來吵吵鬧鬧的 安排一些衝突 然後都賴到韓國瑜身上 我覺得是非常簡單的一件事 所以我們可以去推估21號 我們真的很擔心高雄會出事情 所以我在這裡我要特別提醒一下 民進黨的朋友 你們現在講的這些話 其實只是為了當時21號 可能會發生的一些狀況 你們可能是 第一個 可能是自盜自言 第二個 你們沒有辦法控制群眾的激情 到時候發生狀況 然後要賣給韓國瑜 第三個我要講的就是說 你這就是完全選舉上 為了攻擊你的競爭對手所做的事情 這裡面我們也可以看到有很多 過去在高雄市執政的這些政治人物 在裡面很激情的演出 這是為什麼 這就是為了要打擊韓國瑜 這些官員跟這些出來 做這些活動的這些市議員 到底要在做什麼 這就是今天中華民國選舉的悲哀 民進黨每一次的選舉都會有outboard 尤其高雄市民 我覺得大家應該很清楚 黃俊英的那個走路工 吳敦英的那個錄音帶是不是 民進黨到今天為止 有沒有出來正式的道歉過 就算法辦 法辦少數的人 牽涉到不到主角 各位 牽涉不到主角 今天民進黨把所有的媒體都控制 傳統媒體 新媒體如果全部都控制 然後這種街頭運動 再造成一些暴亂 造成一些暴動 甚至有一些傷害 我請問各位 這個局勢會演變成什麼樣的狀況 大家早就在做沙盤推演 到最後的抹紅一定會來 抹黑當然會來 然後只是要有舞台 只是要有一個發動機而已 這一場的遊行 因為主要是民進黨他們發動 要罷韓 所以對韓國會這引來講的話 我就是等於是反罷韓一次遊行 所以你有你的正當性 是這個戰爭是民進黨挑起來的 所以韓國會的支持者 我相信他們就覺得說 我們不如讓人家欺負 所以我們要反罷韓 而上街遊行 無論是民進黨是 也是在記憶裡面來講 他們有恐懼感 因為他們發現每一次的 韓國會的場子人都很多 蔡英文的場子 人相對來看就少了很多 而且還有什麼雙主菜的便當 還有很多的遊覽車 才有辦法集結到 看起來足夠的人 在這個場子裡面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現在 沒有錯 剛剛主持人講了 現在民進黨沒有信心 我現在如果動用很龐大資源下去 然後最後發現我動員了權重 遠不如韓國人權重 那我告訴你 那個就會讓韓國人支持者的信心 更加飽滿 也會讓民進黨的氣勢 會更加的低 所以他覺得說 反正我這樣穩穩的打 冷冷的打 精進的打 我就贏了 我幹嘛冒這個險 在這個地方開一個戰場 在這裡先給你在那邊決戰 如果我在高雄開這個戰場 決戰輸了 戰爭輸了 那就影響到1月11號 一場戰爭了 我其實整個就掉下來了 真的是這樣 我跟各位講 我的確有個外國代表要看我 我就不要講哪個國家 你們猜猜大家也知道 他就講說韓國現在其實 是不是真的下去了 我跟他講 你覺得他下去 我說我看三重蘇宏道那一場 我是在現場 而且我站在台上往下看 我記得習近平那天 是主持人之一 我覺得那個人數是我 參加過這麼多的這種政治活動裡面 算是很可怕的 那個人像潮水這樣一直進來 我說我看了那一場 我就問他說 你覺得在台灣 有哪一個政治人物 有辦法這樣子 不靠遊覽車 有這種能量 有這樣的能耐 可以二三十萬的到現場來 他說我告訴你 你們真的不要低估了 你們去年年底 就如果民進黨會大勝 美國 就我們都敗了 然後你們的人 後來到了台灣來 來我們國民黨支庫 你們每一個都問我說 我就告訴你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做 我說你們美國 真的要比較憨薄一點 你們要謙虛一點 你們不要以為 你們每次都很了解台灣 當你們發現 你很了解台灣的時候 你對台灣的了解就不夠 為什麼 我們在台灣 常常都不太了解台灣 你外國人對台灣 會有多少了解 所以今天韓國瑜的支持者 很多真的信心是來自於 只有我們可以集結 這麼大批的人馬上戰場 所以這一次的選舉 民進黨可能認為不重要 就這一次的高雄的這個活動 他們可能覺得可有可無 最好不要有 可是韓國瑜來講 這一場直擊贏 不能輸入前奏戰 你這裡面如果打贏了 那整個韓國瑜的氣勢 會更加的高昂 我跟大家保證 這個霸韓跟反霸韓的遊行 不會出亂子 然後台灣 反彎還不要看過 接近選舉的時候 雙方的支持者 用幹架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沒有啦 不要騙 嘉義算是各縣市裡面 最激情的 對 全一個玩家都會悠閒 都在噴水第一打 兩軍對峙 在那裡被全部拚到 那是在拚到 拚到不是在拚駕駛 不是在騙駕駛 在騙駕駛 搶誰而已對不對 沒有錯 就是輸人沒輸丁 那個正 所以我是覺得 這一場就把他當嘉年華 就這個樣子 這個心態沒錯 這個心態很棒 要霸韓的人去表達 要反霸韓的人去表達 這樣子就過去 趙駛你在怕什麼 他當然擔心 不過基本上 擔心安全 不過基本上我是有信心的 不會 不出事 我就從基層上來 我怎麼會不知道 這個台灣的人民 台灣人民不會那麼醜陋 還有不要低估 台灣的警察的 維持秩序的智慧跟力量 外公你怎麼衝突 警察會那麼笨嗎 是無政府狀態嗎 排除會往外面分開 沒有錯 路線都會安排過 你們就不要讓警察太委屈 就像太陽花這樣 警察就真的很委屈 沒有辦法好好執法 現在是在高雄 他在擔心什麼對不對 高雄警察局長 是安國瑜指揮的 所以你不用擔心 所以這個警政署 也擔不起這個面子 萬一出事的話 對 所以不會有事 所以你要參加 就盡量去參加 至於韓市長講說 不是高雄 不可以來參加百貫的 花夢花 還是一堆去 對不對 對 當作是在擔 黃國昌的時候 難道都是他選區的人嗎 對 我覺得 這個就是喊話喊話 大家不要嚴肅 雙股就是好 好像劍拔弩張這樣 你不是高雄 你台南 你離去你跑來幹什麼 我來看一看不行 你會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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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去 我就去 你管我去 我就去 你跑來幹什麼 我來看看 觀察一下不行嗎 剛好來高雄玩 OK 我覺得這一些 都太 神經質太重了 這個在選舉 會讓大家精神衰弱 不要等到誰當選 我看這個時候都要吃安眠藥 對 我來說 無妙的 認識 你會去做好啊 我去做好啊 你可以去做好啊 真的嗎 對 會為的話 我們來講的 你們就要去做好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